我们曾经说过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呢 在之前进行闭店卸客 然后进行改造 改造后的上海妇女 而妇女用品商店是什么样子的呢 曾经大家口中经常讲到的妇女用品 又长什么样子呢 非常的好奇 有人已经去打探过了 目前的这个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呢 其实 比以前来讲 是很大的提升 但是呢 却越来越不显眼了 不起眼了 只是以前的那个红字的那个标牌还在 还保留着过去的传统 还是那块招牌 还是那个用字 但是呢 楼下的商店早已完全不一样了 目前开了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用的 当然也有这个咖啡店为主 下午茶煮的 毕竟他所在的这个建筑是art deco风格的培文公寓 培文公寓里面其实更多的是些居民 那在居民楼里面开的这个商店 只是因为原来占据了淮海路的这个耀冲地带 但是今天由于淮海路的没落 这个整 而且人流量 基本上不会在这个十字路口过多逗留 更多人会选择地铁站 进出 而这么一个和地铁站都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呢 必然被人流给抛弃 没有人流 没有了这个稀稀往往的人 那这个商店就很难开 而在他的这个门口最好的位置呢 目前还在装修当中 他是由西班牙的一个品牌 在中国开的手电放在这里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上海妇女用品商店 它的存在像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更多的是向国内 向其他城市的人 或者说向全世界的人 来展示的一个窗口 要说真正的商业的流量 可能已经没落得不行了